打开软件之后呢需要环排排板要绘制圆点下这个圆形 移动到屏幕中间先调入一个圆按照鼠标的左键先拉出来 拉锁现在呢就是需要你看需要刻啊在你的你的产品上那个环排文字的直径是多大啊 第一步先改他的这个尺寸啊一定要先改好尺寸啊在碗里掉这 比如是五十毫米我们点应用 点完应用之后呢我们需要往上吊阵点这个绘制文字 现在呢我们要把鼠标移动到这个圆这个线的正上方正上方移动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再点鼠标的左键调入环排文字 啊现在调入环排文字 调入环排文字之后我们可以啊再输入一个文字内容 输入好内容之后呢点一下应用现在我们不要去啊去移动这个字啊把所有的内容都改好之后啊可以再移动啊如果你看这个字比较高的话 啊在这高度之后啊把它的这个高度调低一点啊按了这个比例 按他这个比例啊但是这个啊比较啊就是经常调的是你这个字在这个圆的这个 啊角度啊这时候我们需要 先点一下这个f啊前冲右边这一个f 我们把这个 点到这个中间的这个 先选中啊选中之后先点应用 啊点应用之后他就 在中间 但是为什么在中间是因为你再点一下这个t啊 啊 t的时候他是现在是在90度啊在中间 你可以改这个角度 嗯 这个 角度是计算的这 这个几个字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90度就是在正上方 啊如果0度的话是在最右边 他是这样啊开始转 计算这个角度 啊如果 180度的话啊就会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你这个字 想调在哪个角度啊就去改这个角度就可以 啊一般的话都是 调到这个上面来 调到这个上面 调成一个 90度点应用 现在这个字的话看的是 第一次看着这个字吧 啊他比较窄 然后比较高 我们改一下 他这个 啊 宽度 自发宽度 也可以让他之间距 啊 调一点 让他宽一点 这个字的高度 小一点 啊 可以看一下这个字 但现在的话我们不能去拉动他 如果你拉动他的话 他就 啊 没有粘贴在这个线上 啊这个你在调他的位置 他就会 啊 错错位置了 这是这个位置 如果你想把这个字的话调到这个内环 我们再点一下 调到再点 再调入一个 调入一个的话 再 看一下这位置 啊 把它调到里面来 点这个 这个 这个 工具 点一下应用 他就调到里面来 里面来的话 调成一个180度 然后让他到下 270度 让他到下面来 啊 他就 然后这个字的话是在里面 输入文字内容 这是他在下边的一个内容 啊这个 在下边 这是在圆圈里边 啊这个的话 是在圆圈外边 啊他们是 两个位置 这就是环排文字的调入 然后我们在课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字填充上 填充上之后呢把这个框选中 在列表里 你选中这个框也可以 选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删除 删除之后呢 就选中这个字去刻 就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